我們的崇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的目標 各位崇宇好 我今年的目標很簡單就是身體健康 因為有健康的身體才能在球場上發揮最好的自己 才能幫助球隊拿下中冠軍 自己也在職棒第一年挑戰新人王的獎項 謝謝 謝謝我們的崇宇 為了他的目標 希望能夠挑戰新人王的獎項 也期待崇宇今年的好好表現 接下來歡迎大家是我們的吳杰瑞 大家好 2018年希望能夠為球隊的每一場的勝利 抱近到一封信力 謝謝 謝謝 我們也期待呢 崇瑞今天場的打擊實力呢 能夠在他今年第一個完整球季 能夠發揮的淋漓盡致來幫助我們球隊 拿下每一場的勝利 那接下來邀請到是我們的政軍人 大家分享一下 總經理好 家人好 2018年的新區埔名是 一天人比一天進步 然後為了球隊做出最大的貢獻 好的 謝謝我們非常可愛的軍人 好 一天比一天進步 當然也是突破過往的自己 我們來期待軍人 今年能夠登上一軍友好的表現 那接下來邀請到是我們的崇廷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好 我記得 今年起床的話 不是平安快樂 不平安的出門 不平安的出門 或者快樂的心情 並對明天進步 然後 折斷拿到總冠軍 謝謝 平安的出門 快快樂樂的打比賽 這時候是拿下最後的順利 謝謝我們的重體 接下來邀請到的是我們的俊彥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今年起床是平安健康 然後突破 也是 希望自己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然後去跟每一場比賽 然後我們才有機會去突破自己 謝謝我們的俊彥 那俊彥其實今天應該也是第一次 在我們球隊的活動中亮相 俊彥選進來的時候 其實他剛好在服兵役喔 那也期待呢 所有的全朋友能夠給我們周圍新秀的 更多的支持與鼓勵 最後邀請到就是我們 可愛的徐子謙 總經理好 教練好 我們今年學校的願望就是強壯 因為今年剛好 新的第一個球技 這樣然後 是真的把自己保持得很強壯 才能堅持到底 然後下誌會 謝謝我們的子謙 強壯 那相信呢 這樣的目標也是希望 今年我們的每一個選手 我們都健健康康 非常的強壯